我们之前讨论过 澳洲推了一个外交安排政策法 12月去年底的时候就已经上路了 这个法可以授权澳洲的外长 去检视 去确认他们所有的州政府 或者是所有的学校 大学等等的机构 跟国外的一些单位 签了一些合约条件内容 是否符合整个澳洲国家的一个政策 如果这个外长认为是不OK的话 可以直接撤销 12月上路 选在4月 大陆的博鳌论坛的时候 他们就取消了维基尼亚州的 一带一路的协议 这协议内容包括了什么呢 容许中国大陆的公司参加维多利亚 这个州的一些基础的建设工程 那包括了很多创新人口老化的贸易发展等等 我想先请教伍岳老师 因为去年底12月上路到现在4月 趁着博鳌论坛的时候就说 我要取消这个 那当然他的外长的说法 没有针对特别一个单一国家 而是希望每个州 他们做的外交的政策方向 是跟整个澳洲是一致的 他的理念是如此 但摆明的就是冲着中国大陆了 我想问你的就是 你怎么去解读这个状况 他有拉两个电队 他拉了伊朗跟叙利亚 叙利亚对对对 有关于所谓的文教的协议 但是针对有关于维多利亚 这是真的 针对所谓的在野党工党为主的这样一个省 那确实是如此的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很清楚说 理论上这样一个政策的法案在 所以说你看澳洲所有媒体 对这样一个做法其实不感到意外 为什么 就成如刚刚主任所讲的 事实上来讲在去年的时候 他们澳洲的外长就开始研议说 准备要推动这样一个法律的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在有关于去年我们看到说 有关于澳洲跟什么 澳洲跟中国之间 在类似进行另外一种新型的贸易战当中 大家看到这个趋势大概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一次反而什么 反而你看澳洲所有媒体 对这样一个东西基本上不感到意外 No more surprise 因为这已经是行之有人 只是选择在这时候来做 那这跟什么 是不是跟有关于我们所讲的 有关于包括像博豪峰会 是一带一路这整个的推动 有关于美中的贸易 乃至于是不是有关于 因为明年澳洲也要进行 所谓的选举的 所以双方既有所谓的 美澳之间的联盟关系来抗中 同时呢 也有澳洲自己内部的 自由党的目前执政党 跟在野党的工党之间的 双方的进合关系 老师点来一个重点 澳洲维基尼亚是工党 对 现在的总理Morrison是自由派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是工党 然后澳洲的总理Morrison是自由派 所以两个算是政敌 我想请到郭委员 从政治面来解决的话 这叫做澳洲撕毁协议 因为澳洲的朝野一致抗中 还是他们的 因为要选举政党的一个斗争 这个到期日是明年5月18了 那一一宪宪的规定是要改选一半 那澳大利亚的国会有151席嘛 所以就是要改选76个啊 那可是Morrison可以随时宣布解散国会改选 所以他显然就是预期说 这个就是一个反中议题嘛 想要创造一个 那北京会跳起来嘛 他想要创造一个对于现在自由党最高的一个声势来解散 我認為是 你認為是 然後北京一定會 北京已經做了非常嚴厲的反應 所以我一定會有相當程度的行動 所以後續 我們現在還要再觀察啦 那當然他就是呼籲美國嘛 那就是說在今年 這個反中的大氛圍裡面 他認為這樣改選對他們是有利的 大家好奇的是 從媒體的報導上面 之前就看到 說澳洲的鐵礦啊 鐵砂在海上飄啊 沒辦法進到大陸去 然後龍蝦現在非常便宜 因為大陸不去買了 紅酒也進不了中國大陸 那澳洲這些東西賣不出去的話 怎麼還可以越挫越勇 站在第一線 我調出個新聞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去年底12月的時候 澳洲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總額 增加12% 你可能好奇 為什麼中國大陸對澳洲打貿易戰 結果澳洲賣出去的東西更多 你單一看這個新聞的話 大家覺得說澳洲好像賣得還滿好的 但其實你去看整個2020年度的話 1到11月總體澳洲出口到中國大陸 下滑了4.9% 所以12月是跟11月 這剛好一個月份的機期比較的關係 12月是漲高了 總平均變成2% 還是下滑的 還是下滑的 那為什麼12月會這樣子呢 因為12月在澳洲是夏天 他們剛好收割豐收 所以他們那個賣 小賣出口額增加了6億左右 雖然中國大陸跟他們斷了大賣 但他們找到新的買家墨西哥賣出去了 那個煤炭被大陸列黑名單 但他相對應的找到了印度日本跟韓國的買家 所以做了一個彌補 我想請教大家國委員 澳洲是看到這個底氣足 足到讓他能夠 因為要選舉可以這樣子直接斷一帶一路嗎 其實最重要的沒有列在上面 中國的鐵礦石有80%是從澳洲去的 那澳洲的鐵礦石總額的64%是到中國去了 這一項雙方高度互相依賴 沒得減 除非中國的鋼鐵產業做大幅調整 那這個需要時間 所以我覺得Morrison主要還是看上這個啦 不過中國也試圖跟印尼要合作煤炭 要把部分澳大利亞的煤炭轉到印尼 然後跟左柯威發展一些關係 郭委員你還是看覺得說 一 這是Morrison自己的一個 澳洲人的一個人格特色之一啦 對於抗中的他個人 因為今天可能就要改選了 不是個人啊 不是政黨 他個人的做事風格也是如此 然後他的政黨的一個選舉是最主要的原因 對 撤銷了一帶一路 因為他上次是拿到41.5%嘛 那那個工黨是拿到34%左右 好 因為大家觀察的是接下來澳洲會不會就是 除了斷一帶一路之外 下一步要面對可能就是在澳洲各地的孔子學院 會不會被澳洲給盯上 本來大家外面看Morrison這個人是跟川普的風格路線比較相似 那川普已經換成拜登了 澳洲還是走在反中最前線 請大家張大哥整體來講 符不符合從您的專業戰略角度去思考 符合整體的澳洲國家策略嗎 我認為首先就是說我們必須要理解 北京對於澳洲到底有沒有在打貿易戰 因為到目前為止的話 他不是一個整體的策略 說我預備對一大堆的商品來做這個 這個跟美國跟這個 就北京跟華盛頓之間的貿易的 不是那種系統性 不是系統性 而且他每一個都找到一個很合理的理由 到現在為止澳洲沒有到WTO去告過北京 所以他讓每一個讓你這邊吃了悶棍 也話都講不出來 所以這一點我們必須要特別的提起 到底有沒有在打貿易戰 我認為這個東西我們大家要 你剛剛解釋誰吃了悶棍 就等於澳洲吃了一個悶棍 因為龍蝦因為有病菌 煤炭要如何如何 他都有一個理由 而且這個理由讓他連澳洲都沒有辦法 坎培拉都沒有辦法到WTO去告北京 所以這個才真正的是 論打貿易戰這個才真是高段 讓你真是吃個黃蓮也叫不出來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鳳梨也叫不出來 我們鳳梨因為他有具體的證據 對不對 而且不是這是實在化 因為按照的國際規範來玩這個遊戲 是我們今天玩國際戰略中最重要的要素 但是所有任何的政策的調整都需要時間 而且需要研議也需要磨合 坎培拉到目前為止還在觀望 到底拜登現在對著北京 是在打整體的主流基調是如何 所以他在那邊還是在猶豫 也需要這個事說 去真正檢討出政策的得失 那成如因為明年的5月之間的選舉 選舉的算計 中央跟地方之內的矛盾 它都是會存在 但是我們今天還是要回到最基本的一句話 就是今天你Morrison去打反中牌 究竟可以幫你增加多少的票 究竟就是對於中國大陸的貿易 或者中國大陸的對抗 對於澳洲的選民而言 究竟是國內的議題比較重要 還是去對抗中國的議題比較重要 我必須要一再強調 我們在台灣這口井裡頭 其實經常會放大說在某些特領的消息 同樣在北京的那口井裡 他也會放大某些的消息 所以真正要去判斷這個事情 要到澳洲那口井 然後去看他這樣去做 到底策略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講說 這個在維州 這個已經是絕對沒有希望 所以他怎麼樣去折騰他 他都放手去做 但是對於那些要搖擺或者說 可能會翻盤的州 他可能策略又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千萬要記著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澳洲的整個就是說 在中央的政府這裡頭所具的策略 並沒有說全面性 他也是在這邊特別點名挑著來打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其實你去看看 當初這個就是韓國瑜 他在當市場的時候 出訪的時候 我們看看陸委會是擺的什麼嘴臉 其實也都是差不多 當中央跟地方的執政不一樣的時候 本來這裡頭就牽涉到在野 或者不同政黨之間的去運用 這還牽涉到澳洲每個州生產的 最主要的作物是什麼 跟大陸的關係是如何 可能是精準做個牽涉 你講說是經濟性的 我補充一下因為明年澳大利亞 韓國跟菲律賓都要選舉 感覺北京好忙 明年會出現在各國的選舉 美國更忙 然後9月是日本嘛 比如說美國的CIA 就在澳洲搞過工黨 他就去暴露工黨的議員拿中國的錢 我認為未來一定會發生 為止死亡人數逼近800 25萬人流離失所 未來的命運看這個週末 因為東協峰會 大陸稱為是東盟峰會 那這個週末要舉辦 新加坡已經講了 就是今天 對 他們新加坡講不會制裁 菲律賓都特地講說不會參加 張大哥這個峰會 你能夠期待什麼嗎 樂觀嗎 我認為有一句話叫做 No news is good news 所以在目前的狀況之下 這個本來就是阿西亞這個東協 他就是不會去干涉 他成員國之間的內政 但是之所以到現在為止 大家還能夠沉得住氣 是說無論現在媒體怎麼報 整個緬甸裡頭的政情的動盪 很多人的傷亡 但是我們只要問一句 你有沒有看到大量的難民出逃越境 答案是沒有 所以他在那邊 因為周邊國家也在防堵 對 他雖然是防堵 但是至少已經對旁邊人沒有造成 就是說這個火還沒燒過來 太多有一點點 不是 火還沒有這樣燒過來 他還忍得住 當時火咧 到底有沒有可能燒過來 我必須要講 恐怕也不太容易燒得過去 因為緬甸的政局動作也不是今天 但是緬甸在經濟的壓力之下 很多人的離境這是產生的 但是因為政治的動盪 或者社會的衝突而離境 其實以往的紀錄也不會多 所以在這種情形對於周邊國家 尤其是這個 就是東協的其他成員國的壓力 是相對較低 而且不要忘記當年東協在容許緬甸加入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建立了一個公式 就是緬甸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上極為脆弱 而且相當不穩定 所以在很多的時候衡量的標準的時候 大家也必須要予以寬容跟忍讓 但是話又說回來 菲律賓不是也經常有政變 泰國也是現在也是政治 這個讓你有點就是你看 因為東協當中的要角 新加坡跟菲律賓都算是重要的成員 對 一個說不制裁 一個不參加 在峰會之前就已經完全表態 後來有兩個國家沒參加 就是他剛剛舉名的 泰國跟菲律賓 因為泰國談政變很尷尬 對啊 所以張大哥你怎麼看這個 你怎麼看東協面對這件事情 好像也被迫這些領袖 他說必須要好像出來做點事 但是他們心裡是沒有那麼情願的 其實這個事情 就是我要借用一下鄧小平的話 就是說這個事情 好也不到好到哪去 壞也壞不到哪去 這個就是鄧小平所描述 這個對美的關係 那事實上就是說 這個現在的東協的所有的國家 也知道緬甸現在這些政情 他好也好不到哪去 壞也壞不到哪去 你說他真正經過翁山書記 或者翁山書記去貫徹他的政治理念 和政治理想 他就真的是變成了民主國家嗎 當然也不是啊 他本身的憲法就有結構性 軍方就有他一定的權力 只是說他浮現的程度到底是如何 那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當然上街頭也發生社會衝突 也有流血不幸的犧牲 但是你假如去細讀緬甸的歷史 其實現在也不是最糟糕的時刻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只是說因為現在這個有媒體的報導 所以我們會去看 但是你只要去回頭去看那段血腥 之前發生的歷史 你就會覺得其實很多時刻 他並不是最糟的時刻 這樣聽起來老百姓是最可憐的 我問一下張老師 你仔細去看王毅的說法 他用字是很小心謹慎的 因為剛剛張大哥講東協這些會員國 最主要的一個立場共同的就是 不介入任何國家的內政問題 那這跟中國大陸之前不斷強調 美國不要去介入干涉其他國家內政是一樣的 所以王毅他就講了 他是中國大陸是以支持用東協的方式 建設性的參與緬甸國內和解的進程 他就讓人家覺得說我是去干涉別人的內政 那現在美國的做法就是 我們繼續鎖定軍政府的資金的來源 美國也沒有要全面制裁 所以張老師你看 美國的做法可能可以比較理解的就是 他不希望全面制裁之後 把軍政府推得更像中國大陸或者是俄國嗎 我想美國這一次宣布的制裁 他是選擇的兩家緬甸的公司 一家是緬甸木材公司 一家是緬甸做珍珠的 選擇這兩家做主要制裁 那美國很清楚的 第一個過去之間的制裁 基本上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這對於所謂當時對軍政府沒有很大的效果 反而一般覺得說比較受害 受害老百姓跟緬甸企業 那第二個現在美中之間正在進行 有關於大國的這樣一個聯盟的對抗博弈當中 緬甸的角色當然至關重要嘛 所以當然美方不會把 不會把因為對緬甸軍政府過度的制裁 把緬甸的這樣一個政府推向什麼 推向中國一面倒嘛 第三個來講話 美國雖然拜登政府非常重視民主跟人權 但是他們反而在選擇對緬甸軍政府這做法上 顯然是非常什麼 非常謹慎 而且非常審慎的在思考這個問題 當然主要的考慮 還是從總體的國家利益來看待 以及從過去的歷史經驗 以及最重要的制裁能不能達成預期效果 還是會適得其反吧 俄國先表態很直接了當 對 不制裁 而且賣更多軍售跟武器給軍政府 對 普丁的想法是希望能夠在東南亞那個地方 擴大俄國的影響力嗎 其實地理上來講地緣政治上來講 可是隔滿遠的 你怎麼看 我想俄國大概目前為止 就經濟上它已經是一個中等國家的 就是我們看到俄國 俄羅斯的整個總體經濟 其實已經比不上一個韓國了 但是俄國本身作為一個所謂大國 當然在有關於東協的問題 在南海的問題 它當然什麼 它當然不會所謂的 趨距離所謂的完全被動 第二個 現在的所謂的美俄之間 也在做一種新型的互動 所以俄國當然也希望在這個問題上 也能夠扮演它這個時候有利的角色 這就像是很多 多國的軍艦要到南海一樣 雖然跟它國家地緣 這對上十萬八千里遠 這麼遠 但它在這個區塊它有些話語權 這話語權可能會 未來成為它跟美國之間 在一些議題上面的時候 它有部分的充碼跟分量 所以說不管是它近在眼前的烏克蘭也好 或者說遠在不能說遠在天邊 距離所謂千里之咬的緬甸 它當然從外交的戰略眾生 它一定會要求表態的 郭委員這一次的緬甸軍政府的領導人 有受邀出席 對 原來 那領導抗爭的全國團結政府沒有受邀 你怎麼看未來在談判 或者是通過多邊去解決緬甸的政變問題上面 這個全國團結政府他們的主力點 所以被抗議啦 因為這個東協峰會 目前有45個民間團體就要求說 一定要有全國團結政府的代表 不過軍方也很強硬 說只要他們來我們就不來 所以現在有點卡住 不過基本上東協峰會它是低標啦 它基本上還是希望軍方能夠跟大家見個面 因為它希望知道軍方的方案 因為它最低標是什麼 就是希望街上的殺戮能夠停止 因為目前已經死了739個人 那他們就是希望說軍方到底在什麼情況之下 可以讓秩序恢復 現在沒有站邊喔 沒有說我站在你軍方這一邊 或者是全民團結政府那一邊 可是就是先要把人道的秩序恢復吧 所以這個就一定要軍方出面嘛 所以我覺得印尼是主導方啦 因為是在養家達嘛 所以主要是印尼 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那中國跟日本是在背後 那我現在也這兩個問題 一 東協的這一個希望跟期待 減少街頭上的血腥殺戮 對 會減少嗎 二 那這個峰會之後 如果是往一個比較和平路向來走的話 接下來出現的就是權力分配的問題嗎 對 知道第一階段就是希望軍方的看法啦 說是到什麼程度 你的人道秩序就可以恢復 你就不再這樣亂開槍啦 因為軍方開槍有點故意啦 說實在話 那 東協就想聽他的說法 那因為這個軍方的領導人講話會有一定的威望 他可以去管理軍方的行為 那接下來才是說 那如何讓雙邊能夠對上話 這東協峰會事實上他是想得很清楚的 可是他知道這個不可能同時實現啦 所以在這個階段他只跟軍方談 就是說你恢復人道秩序 你是希望能夠落實哪些條件 所以這個週末過去 免內能夠減少街頭殺戮就已經是萬幸 對 對 對 永康其實您剛才這個所講的 就是說街頭的殺戮 我們把它當作標 那個也短期 要慢慢去從權改善 但是就是不同的政治派系之間對話 那是本 其實這個所有其他東協的這個就是成員國 都知道你今天要從根本上完全要去斷根掉這個事 其實是很難的 能夠勉強在表面上取得和諧 把標 治標的方式先把它合緩下來 就已經不錯了 所以從這個方法來切入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講說 在東協的成員國整體上來講 人家是很務實 他們也知道每個國家這個東協成員國 裡頭都有民族矛盾 都有社會矛盾 今天發生在緬甸的事 也很可能發生在他們自己國家 所以與其在這邊要高調起來去指 這個指三道士 到時候打到自己臉 對啊 就 也就是說今天美國 之所以他那個衝國會大廈被人家所嘲弄 就是他習慣是高到去治理人 最後反噬到這兒 而這些東協的成員國們 他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也有這個問題 所以與其說我們去教導別人去做 不如說很誠懇的 是希望你能夠這樣什麼做 大家都也有一個交代 所以這個是比較有可能成功 你太好高物遠 希望一下去治本 那個是不太可能的 用這個標根本的概念 等一下我們來用這個邏輯 繼續來看一下南海的風波 我馬上回來 打開媒體這個標題 4月12號的時候 美國派的四架F-16 罕見地掛了飛彈 飛到南海去支援羅斯福航母的戰鬥群 我想請到張大哥 你看這是基本的操演 還是展現航母它的戰鬥巡航的能力 首先我必須要提醒這個F-16這個機型 它是屬於三則基地底下的部隊 然後它在整個飛航的途中 有經過這個就是空中的加油的作業 那它模擬的狀況 大體上大家目前的推估 是可能說是在普天間或者加州那 在戰時沒辦法應用 所以它利用遠程的奔襲 大家可以看看那個照片 那上面掛彈 它這個總共有六個掛彈點 每架飛機掛了這個五枚 AIM-120C7的中層的導彈 另外最旁邊的是一個AIM-9型的 在左旋最後一個掛架上 是那個短程的導彈 底下有兩個黑黑的比較凸的 一個是ALQ-184的電站夾商 然後在右旋的下面的那個 很多人把它誤會成ASQ-236的 所謂的這個叫做電子自動掃描雷達 其實那是錯了 它應該是ASQ-213的 所謂的高速反輻射的目標標的系統 但是從這裡頭的掛架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它帶的是對空的武器 但是電戰甲上是無論是哪種任務都有 但是它對的是一個對地的目標的標的系統 所以它整體究竟操演的科目是如何 這個ANASQ-213這個HTS 就是這個高速反輻射飛彈的目標標的系統 那基本上是對地面的雷達 所以它的武器的掛載跟這個資源的電站夾艙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是不能匹配 因為不是實戰演習嗎 對嘛 所以我就講說真正要實行實際的任務 而且它沒有真正的去射擊 所以它沒有做真正的實彈射擊 而回去的時候 它到了恒天機地去加油的時候 被航空名照到 然後辨識出這些裝備 所以人家講說這個熱鬧 大家嗚嗚嗚這個報導就是熱鬧 但是下去之後 被人家真正照到照片 那就是門道 這個難道美方如果要做秀肌肉 沒有想到衣服服裝道具要穿好嗎 這個難免 只有專家看得出來 這個其實他也是在考驗 這些航空名到底的本事是如何 因為你沒有要實際要真正要去射擊嘛 所以它整個來回的路程 然後呢 而且它在某些的飛行的階段 因為空中跟加油機的會合 它也特別打開了有關民用的波道 可以真正的就是ADS的B 這種的就是說它的定位系統 讓人家知道 對 所以基本上是敲鑼打鼓的讓你知道 而且在發布這些新聞的照片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當然又有人要鬼捨說 什麼認知戰什麼東西 他其實就發布一個 這個叫做新聞照片 但是基本上這是作秀 比真正的就是說作戰的成分來高 否則的話真正的任務想定 這個實在是定了非常的粗糙 郭文你剛剛要補充一個是不是 沒有 真的要徹底一點 他應該從航母起飛 這不能從航母起飛 對啊 因為他是假設機場被毀嘛 然後我還可以從航母 然後加上空中加油機 我一樣在南海有作戰能力 郭文我要跟你請教 因為剛剛你提到空中加油 剛剛張大哥有提到 說作秀 那也就是要讓大家覺得 哇好棒棒 但是作秀的過程當中 也讓真正的專家會看到 美國在不管是南海 或者是靠近西太平洋 這個地方懸疑是有一些脆弱度 這大家都知道啊 因為不管對 因為我們台灣也飛不到啊 因為是日本的沖繩的 加索納基地或者是三則基地起飛 他基本上都沒有辦法 直接到南海去執行任務 要經過空中加油 但只要經過空中加油的時候 在南海那邊 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之前在島礁上面建置了一些飛彈 你就很容易被擊落 是吧 是啊 就鋪了這一點 是啊 所以我才跟你講說 真的要演練啊 就是你 你可能要在從航母起飛的戰機 這樣才比較不會被擊落吧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通常他在那邊設的加油機 會合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地表的導航的台 然後加油的空中走廊 這兩個走廊都在我們台灣 一個在西南公域 一個在東南的公域 然後用的就是我們恆春的那個 就是民用的航空的導航台 所以在很多時刻 其實我們講真的 這個我們周邊的外國機艦 飛機來來去去 但是呢 究竟你要如何去做政治的解讀 或者說你把它平常形視之為 這個並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完全就在一念之間 所以有很多人刻意地講說 這是認知作戰 這是要去傳送政治信號 我認為這個騙自己呢 比騙別人的多 來我們開始南海的話題 也出現在這一次 我們節目一開始提到的 博鳌論壇當中 大陸的南海問題專家 他是中國南海研究院的院長 吳世純 他分析美國現階段呢 就跟過去這一兩年來 一來都是如此 他們在這個大陸專家眼中 是美國利用了南海來製造一些麻煩 讓北京跟周邊的國家增紮 增加摩擦 那解決的辦法他認為是由大陸跟東西國家 先建構一個南海的秩序 然後逐步去推進島礁去軍事化 跟接下來進一步的民事化 張惟玉老師有可能嗎 因為解放軍前兩年做的事情 就是將島礁做軍事建步 我想這個應該是學者之見 主觀上的期待 因為我們來看來講 因為南海的問題 它涉及的層面比較複雜 它有涉及到有關於主權的問題 它有涉及到安全戰略的問題 它甚至涉及到有關於漁權 關於漁業 其實每一年大概有220億美金 更涉及在有個南海運廠的豐富的 石油跟天然氣的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 南海現在的海上運輸 大概佔全世界的海上運輸 大概1 3分左右 也涉及到貓幣問題 所以這些每一個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用這樣的方式 當然我相信南海國家基本上是正面看待 但是我大概認為說 北京大概它的一些基調主軸 似乎不是這個方向 第二個我們來看 其實最近你看新加坡 他們做了一些民意調查 新加坡大學東南亞人就有做了一個調查 它針對東協的10個國家 針對什麼人 大概抽樣 大概抽的大概1000多份 針對學者 官員跟商界去問 在美中這個大國的博弈當中 到底你是比較傾向於美國 還是比較支持於中國 如果東協10國來看的話 大概平均是61%的人 比較盡量支持美國 但是這10國當中 有三個國家是很特別的 他們是比較傾向於中國 比如第一個我們看到緬甸 超過51%的人 他傾向於中國 第二個 遼國 第三個 汶萊 那我們東協的10國 扣掉那些深所國 大概只有汶萊是其中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從這樣一個有關於東協10國當中 有深所國的藍海議題當中 雖然目前為止 中國大陸因為RCEP 因為疫情的問題 東協已經成為它第一大的貿易夥伴了 但是很顯然在一般的民眾的 以及主流的意見看法 對中國大陸的看法 事實上相較於什麼 相較於過去時間 其實並沒有改變了 而且反而什麼 反而不幸運程度是在增加當中的 所以要用這樣一個問題來解決 可能困難了 而且下一個階段大家一定看吧 中國大陸在有關於東海之後來講的話 會不會在南海甚至進一步劃分什麼 劃分ADIZ飛行情報區嗎 那如果這樣劃分 一定進一步引爆雙方的爭論吧 所以從目前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我看不出短期間之內 會有很好的解決之道 不過你剛剛提到那幾個國家 問來 寮國跟緬甸 其實從地位政治上來講 寮國一個內陸國家 就比較沒有排上那些決定嗎 只有問來他有聲索 對啊 問他也是一點點的問題 OK 其實你剛剛補充他那個 對 剛才那個就是張老師講的 是那個飛行情報機 不是 是化設防空事備機 防空事備機 不是飛行情報機 我們來看學者的一個建議 比較理想性 不過在大陸上面可能也是 他那個不是理想性 是完全不談軍事 所以應該就 國家安全不可能這樣談 沒有辦法進入主流的意見 因為人家在南海 都是從國家安全 而不是從資源開發角度 我們來看一個最現實面的 杜特蒂 杜特蒂他這段時間 對於中國大陸這些說法 軟的硬的都有 那最新他講到南海問題的時候 他講大白話 他說現在前面的島礁 如果你真的要去強調主權的話 就做派軍隊 那現在不管是他們菲律賓口中 所稱的這些海上民兵什麼的 他頂多就只能夠派船 你追我跑 我追你跑這樣子 他畫出個底線 如果中國大陸真的是在南海 挖石油在他們菲律賓的領域當中的話 那就是要派軍界了 那等於另外一個解讀給大家講 就是如果你沒有挖石油的話 基本上 那你追我跑的戲碼 也不用每天上演 他的概念是這樣子了 張英大哥你覺得中非杜特利他這番談話之後 能夠繼續相安無事嗎 我認為他是非常高竿的政治家 因為這個在表面上是畫紅線 但是其實他單方面的喊話是亮底牌 也就是說讓你知道我最後到這邊 你要在那邊去做什麼 這個希望你能搞清楚 所以我們在處理國際政治上面來講的話 你要硬到不讓關係破裂 但是你要軟到不會立場喪失 所以我認為他非常的巧妙 杜特地的又是極端的聰明 他挑出一個南海挖石油這個事情 我要必須要再提醒 這個我們要講一些地質學的常識 珊瑚島礁是火層岩 你有聽過在火層岩裡頭挖出石油嗎 所有的南海挖出石油都是大江大河衝出來 然後不斷地沉積的沉積岩 越南他所挖的石油 以及整個這個就是在華南 就是廣東這些沿海化 全部都是在大江大海的沉積岩的地形 包含我們現在跟中國大陸 在這個就是說珠江口的外面去挖 只有在那種情形 所以來說在南海挖石油 基本上那個是不太可能的 這個1980年代我們記得 這個福克蘭聽說底下有石油 所以這個阿根廷跟這個英國打起來 到現在你聽過 那個福克蘭挖出一滴有沒有 因為福克蘭就是一個標準的 這個火層岩的地形 所以這樣的情形 他其實點了一個東西 絕對不可能在短期之間發生的 因為要是能挖早就挖了 所以你去直接深入解讀說穿的就是 我沒想跟你鬧事 對 我也把我的底牌亮出來 你也不要逼到我 因為你不好逼到我 我想跟你維持良好的關係都沒辦法了 同時他也滿足了 菲律賓內部的一些需求 因為你有挖石油我就要派軍艦 感覺是Tough Guy 所以他這句話就是我再重複 硬到不要讓關係破裂 軟到不要讓立場喪失 所以他是高手 四月份的南海很忙啊 你看看列出來所有不同國家的軍艦 都來這邊做巡役 接下來五月份 日本 美國 法國還要做聯合的軍演 周邊的國家搶主權 非周邊的國家搶話語權 國委員請教你 你覺得中方今年會有在南海上面 會更積極的一些作為嗎 我認為不會 因為大部分都是來掛號的 就純掛號 歐洲國家 露臉 歐洲國家又來掛號 就好像俄羅斯對緬甸表個態這樣 那真正的核心還是周邊深索國啦 那東海當事國還是日本嘛 還是韓國嘛 這大家都很清楚 那其他掛號的 今年事實上真正的大事件 是9到11月日本那個 九州的大規模演習嘛 大家都知道 這個不是核心事件 不過我覺得 杜特蒂 杜特蒂這個講法事實上 因為我很難想像中國在未來兩三年 都不對黃岩島來做填海照路 這我難以想像 因為黃岩島他如果不做個填海照路的動作 他沒有辦法變成一個倒三角的一個面 他就是只是拉一條線而已 這個在軍事佈局上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黃岩島他最後一定會處理 可是這個就一定是 菲律賓跟中國一個非常敏感的 要找十幾點 黃岩島 美國更是如此 張老師 那個最近很多討論 台海跟南海以後未來會有這個 一個議題化發展 不管從局勢的調度 或是整個的一個菜市 策略上的大陸是在市場 大陸是市場 大陸是市場 Kor explo碼會是市場 有企圖 達宣告 不屈一對 快樂